宜安縣議會今天開議 所有的議員首先為日前逝世的李茂峰議員默哀一分鐘 為期一個月的定期大會 除了聽取縣長施政報告 同時也將審查縣政府114年度總預算 議長張盛德其勉各議會同仁 能踴躍參與審議 本次的會議是經過我們程序委員會第八次的會議通過 來後預備會議時再請大會來提出一個公舉 本次大會聽取您縣長施政總報告 也會安排縣政府各局處業務工作報告 以及縣長施政總質詢 並且審議114年度宜安縣總預算案 即部署單位預算民眾計表 捐助成立之裁判法人預算 希望本會議員同仁永遠出席參與審議 縣長林之廟表示 縣政府推出許多政策 感謝議員的監督和建議 讓政策更加完善 未來希望透過府會合作 創造民生經濟環境永續多元發展 這段期間多項的重要建設都有進展 包括高點延伸到宜蘭等政策 希望透過便捷的交通帶來經濟的發展 另外 縣府營造育兒友善的環境 推動分級醫療化制度 保障民眾的健康 同時鼓勵長者活躍老化 享受老年生活 我們也特別持續落實了低趟環保的措施 向永續加援來邁進 所有的政策都是要讓民眾在宜蘭安心的生活 感謝議員們對縣府團隊的鞭撤與支持 希望未來持續與大家共同努力 推動宜蘭的發展 共同創造繁榮美好的宜蘭 這次定期大會從10月22日到11月20日 總共30天的議程 將審查縣政府114年度總預算 議員專題報告 縣長施政總報告 以及縣政府各局處工作報告等等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宜蘭新聞記者 李宗盛